辽董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明镇一时 古博士弟子园 以后屡试不定 直至其十一岁时 才成岁共生 为生活所迫 他在本县西埔村 毕记有家作蜀师 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级《描斋之一》 并不断修改增补 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 通过谈胡说文方式 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做批判